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变频器 这个变频器它寄过来的时候 它这个故障描述的也很清楚 就是用一会儿去过热保护 那么第一,首先想到就是它这个散热系统有问题 当时我就问了它 它说确实这个散热风扇它是不转 这个风扇在这个下面 然后我就问它它有没有换一个风扇室 它说也换了一个风扇测试了 确实是不转 那么这个发过来之后 这个风扇我也拿下来检查了 这个风扇确实是好的 我直接通了一个电 试了,这个风扇确实是可以转 那么就说明这个风扇的控制电路有问题 那么我们就来给它修一下 那么我们可以看 这个风扇的接口是接在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插排键的走线 这里有一个3G管,有一个2G管 那很明显这个3G管和这个2G管就是控制这个风扇来运转的 这里大家看一下,这有一个D75 这里有一个Q8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测一下这个Q8 一般的情况,这个2G管,这个3G管是一个NPN的3G管 那NPN的3G管我们就是用红表臂接这个GG去测量 好,我们这样测量它是没有这个压降的数字的 我们测这个GG发射级的,它是有一个1.18的 但是这个数字的也不正常 但是这个3G管我看了一下,它是看不到这个适应情况的 已经适应的不清楚了 但是这种情况怎么搞呢?怎么去修呢? 我给大家教一个方法 其实我们这一个3G管和一个虚拟2G管来驱动这种线圈的这种电路 这个电路板上有两个,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这个机电器 这个充电电阻充电之后呢,这个机电器会吸合 这个机电器呢,它也是通过一个3G管和一个2G管进行驱动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个位置 就有一个D51和一个Q6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3G管称到这个3G管来测量 我们就可以确定具体这个3G管是个什么型号 现在我们来看 这是这个3G管,我们测这个机机和极电机 这个上面有绝缘器,因为测出来了 0.63的一个压降,那就很正常 我们来测这个机机发射机 0.65 那么证明这里就是一个NPN的3G管 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3G管肯定是坏了 我们给它把这个3G管更换一个 这个3G管已经拆下来了 我们来进行测量一下 我们当黑表皮接机机的时候 它这个是没有压降的 我们红表皮接机机的时候 它也是没有压降的 说明它这个是一个开路性的故障 那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电阻板上 这个电阻也要检查,这个电阻是一个 这个3G管的积极的下拉电阻 下拉电阻为什么放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发的一个视频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作用 那么我们还要测一下这个下拉电阻是不是正常的 那么这怎样测呢 因为这个下拉电阻它的这个标注法是按这个196表标的 是01B 要么我们就去网上搜一下这个代号是多少阻值的这个电阻 或者说是查一下那个196表 当然我们就不用查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这两个这个电路是对称的嘛 这里有一个呢 这里肯定一个 我们就测一下它的这个阻值 如果是一样的话呢 那基本就没问题了啊 其实这个呢也是有很多朋友问了 这个板子上什么元件看不见或者是烧毁呢 怎么去判断它的形化 其实这是一种方法 我们去找这个电动板上同一个相同工作原理的这个电路 我们去根据这个电路再去分析这个元件是什么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好我们再来测一下这个电阻啊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是1k啊 1k 那么我们再测一下这个是不是1k 也是1k啊 说明这电阻没问题啊 那么像这个问题的话 基本上只要把这个三级管换了之后 这个变频器这个曝过温 这个故障呢就应该可以修好啊 好 现在呢我们这个三级管装好了 我们再来测一下 机机和机电机 机机和发射机啊 都都有了一个正常值的压价 那么关于这个三级管驱动 这一些机电器啊 风扇啊等等一些电动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啊 也讲过很多 那么这个三级管装好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变频器把它装起来 我们来通电测试一下看 这个变频器修好之后装回去呢 这个散热硅子呢要重新打 打上薄薄的一层 然后这个上面呢 一定要擦得干干净净 最后呢这个固定的螺丝呢 一定要把它打紧啊 一定要用手把它留紧 不然的话很容易炸模块的啊 好这个变频器呢已经装好了啊 然后呢它之前肯定是端子控制啊 它因为它这个线都没有发过来啊 我们就不改它的参数了啊 我们直接试一下这个风扇能转就OK了啊 好我们通电 好我们来启动一下 好我们现在明显可以听到啊 这个风扇已经转起来了啊 这个风是从这边往这边吹的啊 那么客户当时描述的这个风扇 账不转啊 过一会儿就抱这个 模块过热保护的这个问题呢 就已经修好了啊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